高雄市議會召開臨時會 開議前議長康鈺成 特別贈送每位議員 一人一份面膜 這段時間 不管是各黨各派的議員 都全力複選 既燒香 又跑歐 然後皮膚也變得不好 慰勞議員們在選舉期間的辛勞 不論黨派統統有 議長還親自為副議長 曾俊傑敷上 召開臨時會 要審議去年下旬 沒審完的今年度高雄市總預算 轉戰立委成功的黃傑 也欠到出席 對於未來 如果在立法院裡面 有任何起衝突的地方 然後有任何 因為高雄的議題交鋒 我覺得不會退讓 民進黨的黃傑 及李柏毅轉戰成功 高雄市議會議員席次 將由64席減為62席 其中國民黨維持28席 民進黨團只剩下29人 還是比藍營多一席 在台北市議會 民進黨由王世堅 吳佩毅當選立委 國民黨也有李彥秀 徐巧新挑戰成功 議會剩56席 其中國民黨佔27席 民進黨20席 民眾黨4席 國民黨團無法實質過半 讓蔣市府團隊出現隱憂 議會的席次 國民黨還是多數 還是用理性溫爭的方式來監督 至於台中市議會 F4當中的黃建豪羅庭偉 轉戰立委成功 市議員勝63席 國民黨減為30席 民進黨維持24席不變 藍營仍然佔多數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